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部女孩和一个传染病专家的爱情故事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20年代的英国伦敦 丽娜是一个容貌娇美却又自私傲慢的单身女孩 在一次父母举办的宴会上 传染病专家杰克对她一见钟情 丽娜却对这位严肃刻板的男士没有感觉 又遇到了失婚年龄还未出嫁 她经常遭到父母的责备以及亲戚的虽婚 丽娜对这个没有温度的家庭非常厌恶 为了摆脱唠荡的母亲和自己的家 丽娜还是接受了杰克的求婚 为了更好的钻研吸宝血 杰克带着丽娜来到上海定居 然而在新婚之夜 杰克对丽娜始终相近如宾 就连夫妻刑防之事也需要给出一个正当的理由 没过几天上海的生活就让丽娜感到了乏味 在一次观看京剧的时候 丽娜结识了英国正司马奇 一个能言善语又风度翩翩的已婚男人 在马奇博有心机的勾引下 丽娜红信出墙 趁着扑云的午睡期间 丽娜的屋内弥漫着荷尔蒙的味道 可是却从仆人口中得知 她的丈夫刚才一直待在家中 果不其然 丈夫要求丽娜与自己 一同前往霍乱肆虐的乡下小镇 如果不愿意的话 她将会以婚内通奸的名头提出离婚 为了躲避这个严厉的惩罚 她决定抓住最后一个闹草情人马奇 丽娜告诉对方 只要她肯许自己危机 丈夫就会独自前往霍乱之地 而马奇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她要依靠自己的妻子来让自己升职 当丽娜发现马奇的爱是那么的脆弱后 不得不答应了杰克的要求 到达边缘小镇后 住在因感染混乱而死的医生的房子里 两人都抱着抱负的心态互相惩罚 完全变成了冤家的模样 杰克来到当地的卫生院 马上展开了控制病情的研究工作 而刚到这里的丽娜与杰克分居整日多处 冰临情绪崩溃的边缘 一天丽娜从当地协助员的口中得知马奇风流好色 而且喜欢勾搭已婚的二流女人 于是丽娜对情人的所有幻想 都随着那封没有寄出的信而彻底毁灭了 此时丽娜了解到绝望的含义 当爱消失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绝望 另一边杰克承受着当地人对自己的巨大仇恨 依然坚持着分离感染水源的治疗方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 小镇上死亡的人数得到了控制 另一边百无聊赖的丽娜开始在修道院帮助那些孤儿 在苦难中兄弟教会她爱与责任 并渐渐地了解到丈夫工作的伟大 她在铺钢琴上弹起欢乐的音乐 享受着孤儿院里珍贵短暂的温馨 杰克偶遇这些场面动情地重视着她 其实她依然爱着对方 当那个中国女人说出 善解人意就是最好的爱情时 丽娜终于明白 爱情和浪漫完全是两码热 当晚两人终于敞开心扉 抛下过往怨恨缠绵了一夜 之后他们偶尔会在湖中约会 讨论着各自所做的事情 过了一段时间 丽娜因为劳累过度晕倒 此时才发现自己怀孕三个月 更悲虚的是 丽娜自己也不清楚谁是孩子的父亲 但杰克却说 这些都不重要了不是吗 就在丽娜真正地认识到杰克身上的优点时 她却染上了祸乱 在生死离别之际 严重脱血的杰克对着妻子 说了最后一句话 我爱你 希望小镇拯救了丽娜的灵魂 让她懂得真正的高贵与卑微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影片片名免杀 我们下期再会咯